大家好,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美国国家图书馆出版的《小妇人》,她是世界上最畅销的优秀作品之一。 毫不夸张地说,这本书是警示之作。 19世纪人定胜天,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人类理性的力量,科技的力量都在挑战上帝的权威,因此,积极探索的精神已经成为美国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妇女从传统家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进入社会政治生活。 这本书的作者奥尔科特用大胆和远见着实的笔触去挑战传统对女性的束缚。 今天,我们将透过《小妇人》、《透过马其四姊妹》的一系列事迹来了解在动乱年代,仍不放弃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 也许听完今天所讲的内容,也可以让你在忙碌的当下得到一丝心灵上的慰藉,更好地平衡人生的抉择与取舍。 在阅读本文之前,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本书作者路易莎,梅·奥尔科特。 1832年,他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一个贫穷的家庭,他的父亲布朗生·奥尔科特,一位失败的哲学家和教育家,立志要办一所学校,却因缺乏支持者而失败。 就像小说里的马其先生一样,他整天躲在书斋里,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而他的家庭却逐渐陷入了贫困。 因此,生活的重担只能落在能干的母亲身上。 小奥尔科特为了家庭的利益,早早地离开了家。 他当过家教,当过小学老师,当过护士,当过护士,当过一位太太,和他一起在欧洲旅行的时候。 奥尔科特喜欢自由,也许是因为他不想被家庭束缚,所以一直没有嫁人。 而小妇人里的女主绝桥也是如此。 由于整个故事都是从他的亲身经历中来的,所以奥尔科特特写显得游刃有余,人物生动,情节生动,引人入胜。 他本人也是一位立主大胆改革的尝试者,致力于为妇女争取更好的工作环境和选举权利。 奥尔科特在整部作品中对游戏、实验等情节的安排绝非随意,而是表达了作品教育主题,显示了经验对于马其四姐妹成长的重要意义。 接下来,我将带领大家,从三个不同的阶段,来解读马其一家在时代的变迁中,不忘初心。 第一阶段,马其四姊妹在母亲的教导下慢慢长大,家庭和睦会使她们的性格更加坚强、正直。 第二阶段,马其家突然遭遇两场灾难,痛苦与磨难不仅使人迅速成长,而且使人看清自我。 第三个阶段,四个姐妹的选择不同会产生不同的人生, 而好的爱情往往是在生活中选择最舒适的那个人,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 第一阶段是马其四姐妹在母亲的教导下慢慢长大,家庭和睦的家庭可以培养出坚强、正直的性格。 小妇人以马其四姐妹的成长为核心。 一般来说,人物的性格都是在细节上一点一滴地展现出来的,但是奥尔科特却用了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只用了一段圣诞节的对话,就将四个人的性格特点给展现了出来。 16岁的梅格,长相漂亮,笑容甜美。 二姐乔15岁,高高瘦瘦的,爱好写作,个性敏锐俏皮。 13岁的三妹被私生性腼腆,却像天使般关心每一个人,最小的艾米,则是一个非常喜欢画画的小女孩。 不同于别人家的圣诞节,马其一家人过得并不如意。 由于父亲在前线作战,母亲不得不独自承担家庭开支。 但是今天,父亲的信却让孩子们的失落瞬间烟消云散。 在信中,马其先生一方面讲述了自己在前线的生活,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亲人们的深切思念。 他说,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应该努力工作,勇敢面对心魔,战胜自己。 我希望孩子们能够成为一个令人惊喜的女人。 马其虽然家境不是很富裕,但是和邻居们的关系却非常融洽。 比如劳伦斯老先生就会让三妹贝斯去他家里弹钢琴,家里的孩子们也不会因为家里的原因拒绝和马其四姐妹做朋友。 虽然马其太太不能给孩子们富裕的家庭提供物质上的帮助,但是她从来没有使孩子们感到精神上的贫困。 比方说,圣诞节后第二天一大早,她就带着四个妹妹去另一家帮忙。 这户人家的女主人刚生完孩子,在此之前,她们已经生了五个孩子,所以她们现在几乎是穷得叮当响。 马其太太之所以这样做,是想让四姐妹知道,还有许多人比她们的家庭还要困难。 你瞧,小夫人的本质,其实指的是那些一心追求道德,仁爱和奉献的女性,而不是优越的物质条件。 不过,女孩子的成长难免会有一些波折和诱惑,包括马其四姐妹。 有一次,她们认识的那个叫老李的男孩,约了姐姐梅格和二姐乔去看电影。 艾米发现之后,一气之下,烧掉了一本乔写了好几年的书。 这本书是乔准备送给爸爸的。 可以想象,乔回来的时候是多么的愤怒。 第二天乔邀请老李一起去溜冰,艾米悄悄地跟在她后面。 因为,昨天的事情,乔对妹妹还是耿耿于怀,虽然知道危险,但是并没有提醒艾米,结果她一不小心掉进了冰窟里。 幸运的是,艾米最终得救了,两姐妹之间的恩怨也烟消云散了。 四姐妹一生中,这样的磕磕绊绊不少,但不管发生什么事,她们最终都会放下心结,互相体谅,和好。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她们有马其太太这样一个开明,聪明的母亲。 当艾米因为一些琐事而被老师停课的时候,马其太太表现出了她的宽容。 妈妈看着气急斑坏的艾米并没有指责艾米,而是站在艾米的立场上把事情的利弊分析给艾米听,告诉她,天赋不是炫耀的资本,破坏规矩就应该受到惩罚。 就连艾米这个年纪最小的孩子,在这样的教育下,也变得更加通情达理了。 马其太太和她的四个妹妹组成了匹克威克社,经常在家里表演戏剧,一家人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四姐妹在《匹克威克》节目中尽情畅想自己的未来。 这里特别提到的是,作者奥尔科特在这一部分的描写中,巧妙地前后呼应,既呼应了前四姐妹不同性格的描写,又为他们以后的人生走向埋下了伏笔。 他们兴高采烈地谈起了他们的未来,梅格想要一幢漂亮的房子,过上富足的生活。 当然,还有一位有趣的男主人能陪着她做好事,乔希望将来能成为一位名利双收的作家。 贝斯的梦想比两位姐姐要简单得多,她只想安安静静地跟父母待在家里,弹弹钢琴。 艾米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伟大的画家。 这个时候,小妇人里依然充满了欢快的气氛,但我们知道,故事总是充满了转折,就像现实生活中总会有殷勤圆缺一样。 这也引发了故事的第二个阶段,马其一家遭遇了两场突如其来的灾难。 一天,马其家平静的生活被一封电报打断,电报上只有短短的几个字,尊夫并重。 马其太太,请速来。 落款是华盛顿布兰克医院。 突然,全家人都乱成了一锅粥,马其太太开始疯狂地筹款,乔偷偷地卖掉了她心爱的长发,换来了价值25美元的宝贵财富,为的就是给母亲凑够钱去看望父亲。 这时,邻居家的老李也在场,她先帮马其太太稳住情绪,然后又跟他们一起,开始详细地计划去前线探望病人,甚至安排好了马其太太离家后四姐妹的生活。 老李只是个邻居,怎么会这么关心马其一家呢? 难道,你应该知道,老李和二姐乔是相爱的,只是他们还年轻,谁也没有把自己的感情说出来。 不过,老李一直无条件地帮助马其一家,因为马其先生生病了,老李立即按照马其太太的吩咐,开着他的马车给马其家的亲戚们送去了一封信。 这一次,也许是上天眷顾了马其一家,又送来了一个帮手,布鲁克先生,老李的家庭教师。 邻居劳伦斯先生委托他到马其家去帮忙。 布鲁克安慰了姐姐梅格,表示愿意和马其太太一起去医院。 接下来的几天,马其四姐妹每天都盼望着布鲁克先生的来信。 知道,马其一家遇到了麻烦,马其家的几个邻居也开始照顾他们。 为了感谢邻居赫梅尔一家对他的帮助,贝斯经常帮他照看生病的孩子。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这孩子得的竟然是心红热,临死前还传染给了贝斯。 当时心红热是一种很难治愈的疾病,贝斯病非常严重,连医生都对贝斯束手无策。 幸运的是,乔一直陪在贝斯身边,看着他受苦。 作为一个少年,他表现得非常坚强,一直坚持到马其太太回家。 经历了这两件事,四个人都成长了不少,对现实和梦想之间的差距也有了更多的思考。 于是,第三阶段的重点就是,四姐妹的不同选择造就了不同的人生。 说到这里,你是否还记得之前马其一家在匹克威克表演时对未来生活的憧憬? 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大姐梅格想要一栋漂亮的大房子过着富足的生活。 当然,还有一个有趣的丈夫陪着她做好事。 二姐,乔希望自己将来能名利双收。 三妹贝斯只想安安静静地跟父母待在家里,弹弹钢琴。 而最小的妹妹艾米则梦想成为最伟大的画家。 转眼又到了圣诞节,首先是梅格的姐姐。 圣诞节的第二天,布鲁克先生向她求婚。 家里的几个姑姑对布鲁克非常不满,认为布鲁克既没钱,也没地位, 甚至连个证金的工作都没有,实在不适合她。 不过,现在的梅格已经不是当初那个幻想着豪车豪宅的小女孩了。 她回想起布鲁克在家里受苦的样子,觉得布鲁克是个有担当。 有担当的人,再加上布鲁克已经为他们俩的未来规划好了, 所以她欣然接受。 事实证明梅格做得很对。 结婚后,梅格过得很幸福,虽然她要省吃俭用, 有了孩子,生活上也有了一些麻烦, 但是两个人都在努力,互相包容,日子过得很温馨。 然后是乔姐姐。 她跟老李虽然相爱,但最终还是没跟老李在一起。 后来,她来到了纽约,做了一名家庭教师, 做了一些针线活。 她一边工作,一边投稿, 然后开始发表自己的小说。 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这时,乔身边又多了一个好老师, 一个穷教授,巴尔。 他靠教书养活自己的侄子。 由于巴尔教授博学多才, 乔经常向他请教写作上的问题。 巴尔还告诉他, 如果发现一个淳朴诚恳的人, 一定要好好学习。 这样才能练就写作基本功。 巴尔成了乔心目中的英雄, 成为乔生命中的英雄。 乔二十五岁生日时, 乔收到了一份最好的生日礼物。 反观三妹贝斯, 却是小妇人中最为悲哀的人物。 自从染上腥红热之后, 她的身体就一直不好, 还没来得及享受自己的青春, 就病逝了。 然而, 在书中, 贝斯应该是与小妇人最为接近的一个人。 临死前, 她做了很多善事, 比如给路过的小学生之手套等等。 即便是面对死亡, 她依然能够坦然面对, 没有任何畏惧, 因为她相信死亡就是自然。 从贝斯身上, 我们看到了一种女性自强不息的精神。 最后, 让我们看看艾米, 因为她是最小的, 从小就被宠坏了, 性格也是非常要强的。 长久以来, 她一直努力想要进入上流社会, 并不断培养自己贵族的品位。 可是, 最后她发现, 她所做的努力, 对这个家庭没有任何帮助, 甚至还不如姐姐乔的稿费来得实在。 所以, 艾米决定去法国继续深造。 后来, 艾米在法国遇到了罗瑞。 是的, 那个和乔相爱的劳瑞。 劳理自从被乔拒绝后就一直单身, 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和艾米在法国街头偶遇。 那时候的他们, 已经不是当初的青涩少年了。 劳理成熟帅气, 艾米高贵优雅。 或许是因为身在异国他乡的缘故, 彼此之间的依赖也越来越深。 听到这里, 你可能会问, 劳理把艾米当成乔的替身了吗? 艾米莫名其妙就成了备胎? 当然没有。 作者奥尔科特花了大量的篇幅来描述劳理对乔的遗忘, 甚至设计了一个高富帅向艾米求婚的场景。 终于, 劳理和艾米意识到了彼此对彼此的重要性, 两人从各自的伤痛中走了出来, 决定携手走下去。 小说的结尾是乔结婚五年之后, 全家在果园庆祝丰收。 艾米问, 这跟你以前的抱负有很大的不同? 乔回答, 我记得很清楚。 然而, 我当时热切渴望的生活目标, 现在回想起来, 却是那么自私, 那么冷漠。 我还没有放弃写作, 我还在等着有机会写一本让我满意的书。 我相信, 有了这样的人生经历, 我的书一定能写得更好。 好吧, 说到这里, 这本书差不多结束了。 下面, 我们简单地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首先, 马其四姐们是在母亲的教导下慢慢长大的。 在这个阶段, 你会发现马其一家幸福的秘诀在于, 大家都懂得家庭和睦和相互理解高于一切。 当然, 最重要的还是马其太太。 接下来是第二个阶段, 马其家突然发生的两场灾难。 这两场灾难不仅使人迅速成长, 而且使人看清自己。 不是, 所有人都要经历那么多的磨难和挫折, 但是只要经历过, 生活就一定会给你带来不同的东西。 四姐妹的不同选择造就了她们不同的人生。 好的爱常常是选择一个能让你感到最舒适的人, 以及一切与之相关的一切。 正如泰戈尔所言, 我无法选择那最好的, 只有我最好。 人生之路何去何从, 全凭自己的选择, 因为人生就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 通过小夫人, 这个故事, 我们了解到人生的快乐其实很简单, 那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 走自己喜欢的路。